大家早安,我是賢君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蠟筆小新電影是 不是啦,白騎手是多啦A夢才對 這種狀況很常在我做影片時出現 因為我有做這兩部的影片 但我沒有想到這種狀況會對我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就如大家所知 大雄的新口容最近在台灣上映了 所以我就在上映的第一天跑到電影院 打算在我的觀眾劇透我之前看完這部電影 但是直到電影開播前5分鐘 我才發現我的電影票上面寫著蠟筆小新 於是我又馬上衝到售票口 買了一張多啦A夢的電影票 對,所以我又為蠟筆小新的票房貢獻了一份心力 因為他們這兩場偏偏在同一個時間點 一分一秒也沒差 所以我買的時候完全沒有多想 我記得那個售票員在我說我要買蠟筆小新的票時 他還反問了我 你是說蠟筆小新的票嗎? 我這樣都沒有發現我講錯了 而且他會這樣問 一定是因為我當時身上穿了多啦A夢的衣服 所以他當時一定想說 這個人穿著多啦A夢的衣服在多啦A夢新電影上映時 說要看蠟筆小新的電影 他是來搞笑的嗎? 嗯,如果我真的是來搞笑的我還比較開心呢 總之這就是我在看大雄的星恐龍之前發生的一些小趣事 OK,抱歉讓大家聽了一大段跟電影本身無關的東西 我現在馬上跟大家分享我對大雄的星恐龍的感想 大雄的星恐龍是一部原創的電影版 導演編劇和大雄的精英島一樣 是金錦翼小和川川元氣的組合 而我以前曾經說過 大雄的精英島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新版電影 所以我對這一部是抱著高度的期待的 加上日本上映後我一直都有聽到各種好評 所以在觀看這電影前 我的期待有一點被過度拉高了 而我看完這部電影後 我個人覺得這部電影沒有到很符合我的期待 但依舊是一部優秀的電影 如果是我心中的新版電影排名的話 它大概會處在第三到第五名之間 不過雖然說它沒有達到我的期待 可是我覺得是劇情比較不合我的胃口 其他的像是畫面音樂我都非常的滿意 因為這次高潮的劇情就是對到的人 就可能哭得稀哩花啦 沒對到的人就是感動不起來的那種 而我剛好沒有被感動到而已 不過不得不說一下 這部電影版其中一個看點發揮得非常的好 也就是恐龍的部分 這次的恐龍真的畫得很讚耶 有好幾幕大家被恐龍追食 還有那種恐龍的嘴巴往螢幕咬的畫面 真的非常的有魄力 而這次的主題曲也是哆啦A夢電影近年來 我個人覺得最好聽的一首 所以要問我這部電影值不值得到電影院看 我會說絕對值得 他在新版電影中也是特別突出的一部 而如果你連什麼 人魚大海戰或星宇宙開拓史之類的東西都看過的話 這部電影絕對比他們物超所值太多了 好啦 那沒劇透的推薦就到這裡啦 接下來稍微聊聊他的劇情吧 其實這次的電影版前面的劇情 簡直就是把大雄的恐龍的劇情做了些許改變 但基本上是同一套模組的劇情 一開始是大雄在恐龍展裡發生了一些事 然後被大家嘲笑 於是他就跟大家宣言要發現活著的恐龍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發現的話 他就要用眼睛吃花生給大家看 然後他就發現了一顆恐龍蛋的化石 被多愛夢嘲笑那是大變化石 用時光包浮精把化石變回蛋 但裡敷出了活生生的恐龍 大雄就決定把他養育長大 中間遇到了很多問題 而且還要瞞著爸媽養 後來恐龍還被一般民眾發現了 於是之後大雄他們就把恐龍帶回古代了 對吧 雖然多少有一些差異 但只聽個劇情大綱 我就算用原本的大雄的恐龍的畫面 也完全是通用的 而這兩部的差別在於這部電影版 從恐龍蛋裡生出了兩隻恐龍 這兩隻恐龍還是宇宙完全大百科中 完全找不到的新品種 而其中綠色的小Q跟粉紅色的小妙相比 他吃東西會挑食 體型比小妙還要小 尾巴比較短 個性比較內向 身體比較差 而且還不會飛 相較之下小妙幾乎沒有什麼缺點 你們知道我當下看到這劇情時 除了聯想到狼的孩子雨和雪之外 我還一直堅信著 啊 所以小Q一定是比較擅長游泳 後面的劇情一定會展現什麼 大家各自擅長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之類的劇情 尤其是大熊掉到水裡時 我就想說來了來了來了 小Q要秀一波了 結果沒有 他們一起溺水了 我完全猜錯了 主要是因為大熊的金銀島劇情比較有變化性 讓我以為這部的劇情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展開 結果這部的劇情居然真的就是一個王道道不行 小Q的設定就是他是個比較弱小的恐龍 本來以為他是醜小鴨 結果他就是個不會飛的鴨子 不對鴨子本來就不會飛 他是不會飛的恐龍才對 但是後面他就是不斷的練習 最後突破自己天生的缺陷成功飛起來 就是這麼簡單王道 沒有特別出乎意料的劇情 像是這次出現的巧克力道具 這個道具是因為淘汰糧飯糰沒了 所以就拿這個道具代替 這道具除了讓吃下這個巧克力的動物變成朋友外 還能暫時得到那個動物的能力 而這個道具一開始用來馴服攻擊他們的暴龍 還有增加一些代步用的恐龍 胖虎和小夫被關起來時 也用來得到恐龍的力量逃離監獄 我本來以為這道具的奇效就到這裡了 沒想到最後大家要把恐龍引到蠟筆圈裡時 胖虎他們還說 哼 這個時候當然就只有這個方法啦 結果我又是這個巧克力 欸 這麼王道的嗎 一個道具從頭用到尾 反而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同樣因為我想太多而讓我很意外的一段劇情是 大雄他們找到了跟小Q他們同種族的恐龍 結果那邊的一隻恐龍一看到小Q 上去就是一巴掌 當時大雄的解釋是說因為小Q不會飛 所以大家都討厭牠 但攻擊牠的恐龍是一副超憎恨牠的樣子 這應該不是一個不會飛就會遭受到的態度 加上時光巡邏隊的那個人一直說 牠是一隻很特別的恐龍 所以我又想說該不會真的還是醜小鴨的劇情吧 結果又沒有 沒有想到恐龍也在搞霸凌 在你眼前非失誤一次 就把牠當殺腹蟲人一樣看待 而且整部電影看下來 說不定揍小Q的恐龍可以說是本劇第二大的反派 就僅次於超巨大異手龍 因為這次不像原本那樣 有恐龍獵人的反派 算是少數沒有反派的多愛夢電影 所以才找了一隻超巨大異手龍 雖然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這異手龍是什麼 如果了解恐龍又看過這電影版的觀眾 可以跟我講一下是真的有這種異手龍嗎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可能是什麼人 生物改造出來的恐龍 結果不是 但劇中也沒有解釋牠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只知道連暴龍都怕牠 難道真的有這種恐龍嗎 另外我覺得這次他們說小Q小妙是新種類的恐龍 連什麼都有的宇宙完全大白刻都找不到 但是明明這些恐龍是很自然身在地球上的 而且結局是牠們全部被大雄牠們救了 也就是說這些恐龍後滅也好好的在這世界上傳宗接待了 就算說人類沒挖到牠的化石好了 宇宙完全大白刻也不至於沒有吧 這是我個人在看完這電影時的一點小疑問 再來這次隕石掉下來要讓恐龍滅絕 結果最後所有恐龍都被大雄牠們救了 這件事情我還稍微查了一下 這部電影的隕石 好像是真的就會消滅所有的恐龍 也就是說大雄牠們最後是真的改變歷史了 所以我搞不懂為什麼可以這樣 而且時光巡邏隊還放著牠們去 最後雖然結局很熱血 可是把改變時空這件事這麼帶過去真的好嗎 而且明明就可以再做時光機 可能回個100年前 把小Q他們放在那邊不就好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一部電影也是那種 我把一些邏輯拋開 用這個熱血和感動來打動你 如果沒有被他的氣氛帶著走的話 對他劇情的感受就會有點扣分這樣 而我就是屬於沒有那麼被打動的人 不過他的音樂和畫面真的很優秀 加上我對單純王道的劇情並不抵觸 所以並不會到不喜歡就是了 我再舉一個這部電影完完全全的 是一部重於感情大於邏輯的例子 而且這個非常的明顯 就如大家所知的 劇中除了小Q不會飛以外 還有大雄不會拉單槓這件事 所以他們經過不斷練習後 終於做到了上面這件事情 也是這部的主線劇情之一 而且也是最核心最熱血的部分 可是既然如此既然這是最核心的劇情 那他應該就要多注意一點 不要有太明顯的瑕疵比較好對吧 我是這麼想的啦 可是你們仔細想想喔 大雄的臂力不過他拉單槓了一圈 但是他卻抓著一手龍直到小Q飛起來耶 你知道那隻一手龍在天上飛 那個速度和力量造成的風壓 絕對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住的 而且後面大雄一段時間 都只有用單手抓著一手龍 那個臂力我看都可以把單槓拆下來呢 還跟你一整個電影都不會拉單槓耶 你們懂嗎 因為這是一個核心的劇情 可是他卻沒有在劇情中去注意大雄的臂力這件事 是我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 話說那隻一手龍被大雄抓住之後 還真的就是一直飛而已 明明前面還在攻擊其他龍呢 結果被大雄抓住之後 他就什麼都不做 也不把大雄甩掉 也不攻擊其他的恐龍了 真的就是一副 我就是來讓小Q飛起來的經驗包的樣子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今年不管是多愛夢還是蠟筆小新的電影版 最後的高潮場景一定有拿蠟筆畫圈圈的場面耶 以前也沒有出現蠟筆的道具 現在居然一次就來兩個了 好啦一不小心就吐槽成這樣 搞得好像我不是很喜歡這部電影一樣 大家不要忘記我前面說 這電影有進我心中新版電影的前五名喔 所以我還是說一下這電影中我比較喜歡的點吧 其中一個也就是這部電影最大的彩蛋 是一個我覺得最不能被爆雷的一個彩蛋 我真的很慶幸沒有在看這電影前知道這件事情 那相信很多人也聽出來了 就是筆注有在這電影中登場這件事 一開始是多愛夢在翻宇宙大百科的時候 有翻到這個種族的龍上面就是筆注的圖片 我本來以為就是這樣讓他當個小小的彩蛋 沒想到後面他居然真的登場了 我覺得設定上大概就是 大雄的恐龍的大雄是平行世界的大雄 這部電影呢是另一個大雄 而這個大雄剛好遇到了受過另一個大雄幫助的筆注 而且他出場的畫面可以說是整部電影中最讓我感動的一幕 尤其是他救了大雄他們 然後回頭看了在他背上的大雄和小Q 我覺得他看著大雄是一種 我以前受到了你的幫助 所以現在換我來救你了 然後看著小Q是一種 這個人類以前幫過我 所以你不用擔心 他這次也會幫助你的這種感覺 我當時直接起雞皮疙瘩 雖然我是自己想像的 而且大雄夢到那顆皮球彈到他身邊 然後抬頭看到筆注的身影 不開玩笑 差點直接哭出來 好啦 總之這部電影版絕對是一部優秀的電影版 我雖然很想好好的推薦它 但我發現最近我好像不管怎麼寫 最後都會變成吐槽偏多的影片 但我還是非常推薦這部電影的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有機會再見啦 掰掰